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新的智能背囊 这个智能背囊就是Samsonite You are wrong than Samsonite, ok? Crossover Google的一个Connect-i的智能背囊 其实这个背囊早在10月初的时候 10月6日就出了 Connect-i这个背囊最大的利点就是 这个肩带 最强烈就是它可以和你的手机蓝牙连接 就可以透过肩带一些动作就可以控制你的手机 例如可能听歌、听电话等等 因为它是智能背囊 所以最重要就是这颗东西了 这颗东西它叫做Jakart Jakart Jakart Jakart有什么用呢? 它就是事前你就要下载一个叫Jakart by Google 你把你的Jakart tag 连接到你的手机里 然后就在手机里面 看回你的Connect-i的背囊 例如你想听歌的 这个手势 但是可能有一样东西不好 就是它的东西比较太细 像薄荷朱古力 然后呢 这个Jakart tag是用Micro USB充电的 对了 这条线 那你一充它就会有闪灯的了 那在充电的时候 就不是这颗色的 是红色来的 是绿色的 有点像Siri那种 那种灯 你把这些东西放进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声 我试试放一点 因为它是太小了 那可能有机会弄不见 例如如果你没有放在背囊 然后你可能放在桌子 你放在其他地方 那你不见了 那这个背囊 就是没有智能 No! God! Please! No! No! 买这个背囊 要小心就是 不要弄不见这颗Jakart tag 就是整个蜜蜜 其实是防潑水 而且易于去处理保养的 可能遇到一些天气不好 或未遇到的时候 都不需要太担心 那么背囊会濕 或者可能会很重 那说完 因为你看到它后面 就会有两条反光色边 它的用途就是 可能你晚上踩单车的 你背这个背囊 或者是行山 其实这个都会有助 别人去辨认到 有一个人在前面 再加上因为它反光色边 这个设计 这条的拉链 会密实一点 不会太容易 有水 就会流进去 所以可以保障 你里面的物件 安全 或者不会容易整湿 因为它想给一些消费者 例如有公干的旅行 去旅行等等 一定会戴行李箱 这个位置 就会另外 有一个独立出来的背板 把你这个背囊的背板 附在行李箱里面的病 你就不用怕 不知怎样去绑住背囊 不用怕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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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背板是独立于你整个大背板 œil和背 побед 都会减小了 背囊里面的一些硬物 韵并在背墊 看见 als het 左右边都会可以加 Fans marrow 区셔 你可能裝傘、紙巾、濕紙巾等等 其實它這邊有一個拉鍊 但是它拉完下來之後,它都沒有很大的空間 變相可能你放不到一個500ml的水瓶 或者可能你放不到一些比較大、粗的縮骨傘 可能在這個位置就有一點點輸蝕 那它這邊有logo的位置更加不用說,擺不到水瓶、擺不到傘 那這個背包呢,它實質可以擺到什麼呢? 它可以擺到一部15.6吋的Laptop 一部11吋的iPad,還有可以擺到衣服等等 我現在逐個拉鍊開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也是上學的,多數都會戴15.6吋的Laptop 因為我要在一些比較剪片、整圖 然後iPad,因為要畫畫等等 那變相,這個背包是可以安裝到的 今天我們就一定要來試試Samsung Lite的背包 在官堂走大概兩至三個小時的感覺是什麼 安裝到什麼 還有這次是有科技的元素在這裡 我們就會測試這個Jakartec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帶到一些方便給我們 最後我就會給我一個少許的評價 一個評分給這個背包 然後我會把所有東西都放在背包 然後在官堂那裡走一會 可能去海濱、去官堂的某些地方 一會兒我會去到某個地方 就會可能一些導航系統 看看到時候那個效果是怎樣 好,我先去看看 OK,我現在就經過天橋 剛剛來到一間店舖外面 那現在我就試試用Jakartec 可不可以較多走過去官堂海濱 那現在就... OK,我先把手機放近一點 找到下一個方向 往西南走基業街朝基業里前進 然後接著走海濱道 目的地在左邊 DELL OK,他就說走這個基業街 這個...就經海濱道 剛剛Jakartec那把女聲 我覺得他... 逐顆逐顆字出來 那個女聲就像Siri OK,我們已經到了剛剛Jakartec 就是跟我們說那個... 啊...基業里啦 果然Jakartec呢 都有點料到 OK,那我們現在就成功 走到這個海濱道 而我們的左邊呢 就是我們的官堂海濱了 終於到了 剛剛Jakartec呢 就幫我在官堂榜場那邊呢 就走到這裡 如果要10分 就是去評價這個功能的話呢 我會大概給7分了 那另外1、2分呢 就是因為... 因為我Jakartec的反應呢 會有點延遲 所以可能我拍完兩下啦 或者做完那個手勢之後呢 他不會即時給你反應的 那可能他會... 可能他會... 拖一拖啦 拖一拖地圖啦 拖一拖... 你要怎樣走啊 因為你跟著你的GPS 那另外1個缺點就是 你要... 手機一定要保有電啦 變上你就要... 要戴尿袋啦 要戴一些線啦 以防呢 他會... 突然間沒有電 這樣的話呢 即你的Jakartec都用不了 好啊 這個布囊呢 就另外有一個叫做自拍的功能 對於男生來說呢 就不是一個必須啦 但是對於... 呃... 女生來說呢 就一定是必須品來的 因為自拍呢 對於女生來說是很重要的 那現在呢 我就試一次 自拍功能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呢 這個手機會有什麼反應先 那現在呢 我就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總結回這個布囊呢 給我的印象 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那首先呢 這個布囊呢 在外觀上面呢 其實我很喜歡的 因為簡約封 那第二就是這樣去戴尿袋呢 戴尿袋給我的功能 就是可以方便到你走路啊 聽歌啊 聽電話啊 那我呢 就真的不需要說 看了這部手機這麼麻煩啊 就是我可以留意一下 那另外第三件事呢 就是 背囊和人呢 是融為一體的 你可能掃下一個肩底呢 你就可以做到 基本上的一些動作啊 那Google Assistant呢 就會幫你 跟你說回今天什麼行程等等的 所以總括而言呢 這個背囊呢 是一個極之簡約啦 科技方面可以幫到人類的生活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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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